期中報告基本上有幾個方向 當然你也可以延續期中報告 就是把它延伸 不過重點大概有幾個 期末報告跟期中報告最大的差異 第一個就是說 我希望你可以把網路上的資料爬下來 當然如果假設你要去爬 前面講過的 比如說台北市的這個切答案件的資料 那爬下來我們期中報告主要是針對函數 樞紐分析表、樞紐分析圖去做練習 但是期末的部分著重的點就不太一樣 期末的部分我是希望說 你可以技術上需要增加VBA 因為期末畢竟我會希望看到比較多有關程式 因為我們這門課結跟程式設計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會希望說你能夠利用VBA的部分 去做一個爬取網路資料的練習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程式部分對大家來說其實是難度滿高的 那我是建議 因為現在AI目前看起來 在幫你寫程式的這個部分 其實應該是還做得還滿好的 所以我們前面有做滿多練習的 就是上個禮拜練習 利用那個什麼 我們又找了一個交通部的資料 疫情、疫後的亞洲臨近國家出口人數的統計 那比如說我希望做這個題 跟各位講 情緒報告你不要做跟我一樣的題目 等於我做過了你就不要再做了 那你只需要怎麼樣 做跟我不一樣的 但是你的那個步驟一樣就好 比如說這個做過你不要 那你換個嘛 OK上面也其實滿多的 那比如說我想要統計 到底這個疫後 疫情過後 到底去哪一個國家旅行的人是最多的 當然猜是可以猜得出來 OK 因為大家都還滿喜歡去日本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現在暑假 我都想看一下那個機票 好像比去年便宜很多 好像已經有一萬塊以下的 當然你可能要挑 因為我會看有些網站猜期會幫你列出來 哪一些比較便宜的 那當然如果假設你來回 而且住宿方面的話 好像國內的住宿 有時候不見得比較便宜 出國的時候反而還相對便宜 所以如果假設你想要出國 那亞洲臨近國家當然日本是最多 可是其他的地區或國家 哪一些是大家最受歡迎的 像比如說之前還滿常會去香港 可是現在都不太敢去 可能說不太敢 就是說去香港感覺就跟以前的那個氣氛不太一樣 以前感覺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現在感覺要去 會不會有一些風險存在 所以其他像其他地區 上個禮拜我們主要練習 第一個就是如何取得要需要的資料 所以這個報告裡面的比較困難的點 基本上大概幾個 第一個就是如何從網站上面撈到你要的資料 其實基本上分成兩個區塊 一個就是時間 時間的話你就設定好時間 比如說我以月為單位 記得大家比較會出錯的 我發現是這個地方 我也會看一下你們的資料 是不是有沒有設定 如果你假設信息沒設定對的話 這個可要扣分 那不是以月 假設你範圍大一點 你可以以年為單位 第一個時間 時間走的話 將來會出現在左邊 然後這個地區的部分的話 會出現在上面 左邊跟上面 左邊的話是時間 上面的話是欄位 欄位的話下面就是數量 OK 然後我們就統計完之後 就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底下的話 當然將來你也許把報告裡面的話 網址也許可以把它列一下 我可以進去看一下 點擊A這樣就出現了 從111年的1月 每個月每個 裡面不要有年 到113年的3月 然後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這個 你要統計的國家 地區 那就會列在上方 那底下的話就是它的人次了 那當然喔 我的第一個需求是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產生之後 並且可以幫我把這個資料 把它匯入到Excel 那以前的做法當然就是把它選起來 複製 貼上就可以了 開Excel然後把它貼過來 但是吧 其實如果複製貼 當然你一次兩次還可以 可是如果假設你的這個數量很龐大的時候 比如說你可能會有很多的統計分析 可能亞洲 美洲 歐洲 甚至非洲 等等不同的國家的統計的話 那假設你都做一樣的事情 每個都複製貼 其實是相當沒有效率的 OK 那現在的企業 當然會希望說呢 能夠找到的這個員工 是能夠幫你做一些自動化的處理 比如說今天這個資料今天做了 那明天更新的話 其實同樣的事情 假設你用人工的方式 可能你要重新再做過一遍 但是如果假設你會用自動化 就會寫點程式的話 那當然效率是快太多了 而且什麼事都不用做 執行一下程式 結果就出來了 這樣它相對的效率是 差異非常的大 其實這個也是 之前這個同學上完課之後 感受最深的 因為很多人到了職場上發現 會這個跟不會 真的是差太多了吧 我想如果老闆看到你每天在那邊塗吧 每天坎豆漆坎豆皮 或是接一隻 他當然會覺得說你這樣效率很差 你看到旁邊的人 人家都用寫個程式就覺得完成了 OK馬上就搞定了 然後做完之後還可以吃個早餐 喝個咖啡慢慢聊天 那你還在那邊Ctrl C Ctrl V 當然你沒有偷懶是沒錯啦 可是問題你的效率實在太差了 所以老闆會覺得說 那我乾脆請一個會寫程式的算了吧 OK 而且這個會慢慢變成一種常態性的 也就是說呢 將來這個我想會越來越普遍 也就是說呢 慢慢以後會寫程式的跟不會寫程式的人 其實就會有個落差了 那但是呢 要寫一個程式其實沒有那麼簡單啦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 這個時候當然你可以搭配什麼 搭配AI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們為了要解決把資料下載的這個問題 可是你又不知道怎麼寫程式的話 那我這邊是直接把那個問題喔 貼給那個Ctrl V 當然啦 你也可以直接拿我的範本來用也沒關係啦 不過我是建議喔 你們可以直接去問一下Ctrl V 所以你把它截圖一下 讓我知道一下 你其實有用Ctrl V 或者是說你希望拿比較高的分數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再問別的平台 比如說Gemini有沒有 我的Google的Gemini也OK啦 還有像那個什麼 微軟的那個Copilot有沒有 Copilot我覺得最近好像一直跳一些 像Windows 11它的右下角就直接把它牽入Copilot OK 那當然呢 這些平台都可以只要你解決 而且你能夠讓我知道說你練習的越多的話 那我會覺得說你越認真啦 給你的分數當然相對越高 OK齁 這個是差別 區別說高分跟低分 你看老師為什麼人家那麼高分 為什麼分數比較低 我們好像做的東西都一樣 好像都一樣 但是不一樣的點 其實我就會看一下 到底你有沒有針對AI部分 多花一點力氣 當然啦 這個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對你們來說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是建議啦 你在畢業之前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對AI有一定的了解 當然了解到哪個程度 每個人當然努力不同 需求也不同 但是我是建議 這個部分真的太重要了 那我會覺得很重要 從什麼時候開始 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以前寫程式的時候 我都會自己親力親為把它寫出來 OK 但是後來發現 哇 這個自己寫一個程式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而且並不是說每一個人 哇 都給我能力 可以從頭到尾自己寫出來 那後來我發現 我就試了一下 那嘗試性的 利用ChargePTE呢 幫我寫寫看 結果呢 出乎我力量 他寫出來的程式 而且我問的問題 沒有說要特別咬文嚼字 或者是很一定要怎麼樣的語法 他才聽得懂 這個聊天機器的 AI的聊天機器 其實真的蠻厲害的 那當然我的敘述方法 我有幾個重點 就是我一定要使用那個IE物件 當然你如果不用IE物件也可以 你可以不妨試試看 他會用別的語法 可是我習慣用IE物件 然後呢 重點是幫我撰寫VBA程式 OK 然後呢 將網址 這個網址 就剛剛我們產生的那個網址 把這個網址裡面的資料 把它匯入到以sale當中 OK 那我發現 其實他的接受度還蠻高的 其實也沒寫什麼吧 大概如果拆分下來的話 重點不外乎 就第一個 使用什麼物件 使用什麼物件 OK 第二個的話呢 使用什麼語言 OK 然後給他一個網址 目的地到哪裡 當然未來目的地 你也可以不用到isale 你可以到什麼 一個文字檔也可以 或者是其他地方都沒有問題 哪怕你只是說顯示出來也可以 它也可以幫你照著做 甚至的話 你將來不用這個IE物件 你可以試試看 還有就是說呢 不一定用VBA程式 那因為現在最夯的語言 除了VBA之外 現在還有Python 有另外一個語言 那當然你也可以的 試試看 我也試著把VBA這三個字 換成另外一個 我發現它也真的蠻厲害的 還真的寫出來 而且還可以run 而且結果也完顏正確 這是讓我覺得很吃驚的一件事 因為以前要做到這樣的一個 寫出這樣的程式 我覺得沒有至少五年以上的培養工程師 OK 幾乎是沒辦法做到的 結果現在居然是瞬間 就幫你把程式寫出來了 那只是說 所以也就是說你在學程式 假設在AI的時代的話 我覺得你的重點應該要轉移 也就是以前的話 可能在比如說養成這種 比如語法的記憶啦 或者是說不斷的訓練 這部分其實蠻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AI時代之後 可能這一部分我覺得 不是說不用 可能不需要那麼的要求吧 也就是培養的時程 其實是可以降低的 再來就是你要知道說 這個程式要放哪裡 那他就幫我寫出來這個程式 我給他一個問題 Q 他的答案是這個A 底下就是這一段 當然接下來剩下就是你要看懂 到底這個程式裡面 幫你寫出什麼東西來 那基本上 基本第一個 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一個SUB 那所謂的SUB就是一個副程式 在VBA裡面就一個副程式 那這個是它的名稱 當然這個名稱將來你是可以做修改的 它叫什麼 Import Data from Web 當然你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你改成一個叫什麼 資料下載也可以的 或者網路資料下載也可以的 中文也可以 所以這個名稱是可以修改的 這個是它的SUB頭 那尾巴的話在ANDER SUB 所以它理論上一定會有頭一個尾 那頭跟尾的部分的話 有了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資料貼到 所以喔 如果TrackVD幫你產生之後的話 那你是可以把這個程式貼到哪裡呢 貼到 記得喔 這邊制定功能區一定要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開發人員打開 當然啦 好像我記得TrackVD 不打開開發人員 也可以 它好像教你用Auto LT件加F11 其實也可以 LT加F11 其實也可以不開這個 直接就開VBA 這個也可以記得 如果你假設不要開開發人員 也要開VBA的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TrackVD裡面 其實會跟你講說 LT加F11 也會跳出來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要開開發人員 你要直接跳出來的話 直接LT加F11 這樣也蠻快的 所以好像這樣比較快 然後呢 如果你假設要把剛剛那個SUB貼上來的話 那特別注意一定要在這個專案的底下 找到一個空白處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也就是說 將來程式記得一定要寫在模組裡面 這個是絕對必要的 這個也是需要匯的吧 我發現那個 當然在TrackVD裡面好像有提醒的 我覺得它真的做得還蠻貼心 他跟你講說 要插入一個模組 可是我發現很多人沒學過VBA 所以他連插入模組的能力都沒有 所以也不知道把程式貼哪裡 所以至少你要知道開這個地方 當然你開發聯 你也可以從裡面看到VBA 或者直接按LT 這個LT加上F11 也是可以把這個畫面給叫出來 那這個畫面交出來 我習慣是浮在Excel上面 OK 後面是比較大 裡面是比較小 然後我就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並且把這個裡面的模組放大一下 這邊不要放大 放大一下 然後把這一段程式 從這邊 從這邊 再到這邊 I shift鍵 把它選起來 然後Ctrl 11就可以了 Ctrl 11之後的話 你就直接Ctrl V貼上 OK 那什麼事都沒有 只要你不要看到紅色的字 如果你貼上之後發現 老師為什麼有紅色的字 那表示說這裡面程式是有錯誤的 那你要看一下哪有錯 反正就照著做 其實我覺得寫程式也沒那麼難 反正你就要照著步驟做 不要做錯 執行它 結果對了 就OK了 不用想太多 那你說老師我程式暫時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也沒關係 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其實說真的 很多工程師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他不一定全部都知道 很多也不知道 不知道 可以執行就好了 OK 所以最後的話 執行看看 結果 如果有得到結果的話 那我們爬蟲 這個叫網路爬蟲 網路爬蟲的部分呢 就成功了 也就是期末報告的第一個重點 網路爬蟲部分 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這個錯了 那為什麼錯 其實上禮拜講過 錯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哪裡 所以接下來你可能要會修改 就是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的 Tagnet Tagnet是什麼 標籤名稱 那因為在那個網頁裡面的table 有兩個 它應該是第二個 所以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它編號從0開始 所以記得喔 好像上個禮拜我講過 這邊要改成1才對 OK 那為什麼啦 其實好像之前 上個禮拜也有講過嘛 你可以在這邊按滑鼠右鍵 檢查一下 然後看到這個table 有沒有 這個叫table 標籤嘛 一定有小於花開頭 那這個table 在這個網頁裡面是第幾個 這個好像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1才對 OK 那一般我要知道說 到底這個網頁有幾個table的話 我的習慣會按Ctrl F 點兩下Ctrl F 然後在table前面加一個小於圖號 表示說呢 請你幫我在這個HTML裡面找找看 有幾個table 有兩個 那我目前的表格在第幾個 我目前的表格在第二個 所以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所影值從0開始 所以這邊記得喔 剛剛本來是0 請你把它改成1就可以了 OK 本來是0對不對 0出現這樣錯誤 很簡單 改成1 這樣子的話 其實好像 它給的程式裡面只有一個錯誤 所以啦 Tradivd裡面 目前來說 好像還是沒有辦法 給你完美的程式嘛 所以呢 你還是需要懂得去修改一下程式 好 改完之後 我把它執行一下看看 看一下結果 欸 賄賂成功了有沒有 看到了 所以其實啦 它 你要學的喔 基本上 我是覺得 還是要知道怎麼跟Tradivd對話 對話之後的程式要懂得怎麼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呢 如果發生錯誤喔 你可能還需要懂得做一些簡單的程式修改 這個好像都必要 目前來說啦 那你說老師 我這個程式不太懂怎麼辦 其實有時候看關鍵嘛 你可以看得出來 會錯的基本上 大概應該就只有 這個是給網址嘛 然後呢 利用那個IE物件 去幫我把它下載 它的 這個IE.Document 其實指的就是 這個背後的原始碼 放進來 到哪裡 到這個裡面 然後我在針對這個裡面的東西 去怎麼呢 去取得它的 Elements 就是它裡面的元素 是Table的 OK